第三届家中经贸投资峰会晚宴在紫爵金宴酒店隆重举行 此次峰会由家中企业资本联盟、中国企业资本联盟、CCECU房地产金融理事会共同组织并推动 得到了万锦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胡子修首先致辞 他代表联邦参议院对本次第三届家中投资峰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 并指出最近加拿大总理贾斯丁·杜鲁多成功访问中国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又成功访问加拿大 两国将继续保持强有力和稳定的关系 加中双边贸易不断发展 第三届家中经贸投资峰会的举行 也是推动家中经济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活动 他祝贺本次峰会圆满成功 中华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乔务领事杨宝华致辞 他表示最近在多伦多举举行的 庆祝中国国庆67周年的一系列活动 包括升国旗仪式 多伦多河安省的广大华人华侨备受鼓舞 他指出 中家两国经济具有很好的互补性 推进自贸区谈判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通过峰会能够使大家充分沟通 深入交流达成更多共识 最后他祝贺本次峰会圆满成功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陈胜元致辞 他代表联邦政府 对本次加中经贸投资峰会表示祝贺 他回顾了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以来的油耗往来 并指出 最近加中关系呈现出良好势头 他非常荣幸 作为华裔国会议员 见证加中关系的发展 并随杜鲁多总理访问中国 安省省议员董汉鹏代表张先生 和万锦市市议员杨启青 也分别代表省府和万锦市政府 表达了对本次峰会的祝福和期待 万锦市市议员杨启青 还转达了万锦市市长薛家平 对本次峰会发来的贺信和感谢状 同时本次峰会也得到了 加拿大三级政府官员的贺信祝福 以田荣兰为代表的加拿大云南商会 作为第三届家中经贸投资峰会的协办单位 为峰会的成功举行 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晚宴上 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胡子修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陈胜元 为来自全球多个优秀华人科学家 企业家颁发了荣誉证书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整个峰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年一度的加中经贸投资峰会 是加中经贸交流的高规格活动 也是两国企业界金融界沟通 并发现更多商机的舞台 作为加中之间最主要的民间经贸交流纽带 加中经贸投资峰会 已经成为加中两国经贸合作的 最为重大的盛会之一 一定会促进加中企业双边的往来互动 给企业创造一个更高更好的交流平台 加中企业资本联盟主席董黎明 对加拿大三级政府 加拿大商界 社区各界精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以及各界侨领 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他回顾了投资峰会的发展历程 以及加中企业资本联盟的发展 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次第三届的这个峰会 正值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总理的互访 那么在加中两国经济进入一个快车道的 这么一个大好的时机 那么我们举行这么一个峰会 应该说我们战绩了一个商机 我们要借这个东风 举行更多的商贸的这个互访的活动 现在呢我们也在进行一些项目 那么我们会把这些项目落实到实处 真正的从实际行动上来促进 加中经贸的这个交流 我们要感谢我们官方的支持单位 万景市政府 万景市政府无论从各方面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同时我们要感谢中邻国驻多伦多领事馆 给予我们的支持 同时呢在这方面呢 我们要进一步的与社会各界社团 进行紧密的合作 推动经贸这个交往 那么我们在明年的五月份 也会将会举行第四届 加中经贸投资峰会 届时我们希望在第四届峰会上 我们能够看到加中经贸的更多的成果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随着两国总理的赴访 加中两国在各个方面的进展 稳健的发展 那么这个峰会呢 肯定会给加中两国企业界呢 带来不同的发展 同时发展更好的贸易关系 那么我在这里呢 代表加拿大政府呢 祝贺今天的这个企业论坛呢 他们的目的呢就是想那个 比较高的贸易关系 增加 增加 访问了 已经也欠了很多合约 将来我们的 无论是增加的贸易 都会加倍的换倍了 我们重新的祝贺 这个中交论坛是成功 也是希望将来每一年 都在我们万景市举行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